嗨 大家好 我是表妹 今天是感恩节 我们刚吃了火鸡 是科学家做的 然后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专辑来自AV大酒宝的大时代 这张专辑发行于今年愚人节 这是一支来自武汉的乐队 请问的名字来源于葛明辉知道的电影 出禅恋后的二人世界 是连logo都是直接从电影里扒过来的 他们的风格被叫做Brickwave 又名错浪 这也是部电影的名 所以在他们之前应该根本不存在这种风格 他们不在乎被划分到哪类里 表达到位的一切主意 大时代听上去有种B级片的混搭风 城乡结合的新方向 犹如Saxon City加上环珠格格 棉袄外面套西装 New Wave加发廊漫窑 里面的歌词分为表达生活和态度两类 多数听不太清楚 我的一张大字报和破浪潮 两首歌特别果断犀利 长恨歌和我要蓝精灵生活气十足 AV Terminator把目光转到AV上来 解释了这两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 Antivirus 一个反杀毒软件可以破坏杀毒软件是系统处于裸奔状态 AV大酒宝说 对于我们所处的娱乐时代 他们并不会保持那种Punk式的批判 反而更欣赏一种黑客态度 也就是并不反对整个系统 但会质疑其中的漏洞 然后用实力说话以求改善它 9月里周明鹏带来了一张唐宋师哥 牛羊下山 最原始的中国戏 可谓神座 李志 李志居然也发行了他的新专辑 你好郑州 里面居然提到了表妹 让我很高兴 宾提部发行了他的第50张单曲 L 听着像回到2002年 她是不老的女神 十月份里 Taylor Swift 后海大鲨鱼和中岛美加 都要推出新专辑了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前几天也就是2010年的10月7号 X Japan 我最喜欢的乐队来到了北美做巡回演出 我去了多伦多的现场 非常激动 他们实在是太帅了 都二十多年了 然后一点也没有老 我想对他们说 我会一直喜欢他们的 我爱你们 然后我照了好多照片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我会上传一两张到BBS上 敬请期待吧 这就是今天的三分热度 我是表妹 拜拜 拜拜 这是我买的这次X Japan的文化衫 然后背面是他们这次北美国务场的行程 怎么样很帅吧 我学习的这次北美国务场的行程 大家好 大家好 Unless you live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ye